苏慈吃了一块醉鸡急忙打算喝水 却误拿了裴昭的酒杯 谢北明见苏慈一杯酒下肚也没什么事情 就接连灌了他几杯 苏慈不胜酒力撒起了酒疯 非要睡在裴昭床上 嘴里一直说着胡话 还搂住裴昭用脸贴着他的脸 裴昭没法挣扎只能将就睡觉 隔天苏慈趁裴昭没醒 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间 他越想越丢人 只好不告而别 董如双知道后 执意要去找苏慈 谢北明也跟了出去 裴昭也决定启程回京 裴昭他们途进一家客栈 打算过夜歇脚 但没有多余客房 三个男人只能住在一间 苏慈步行赶到了这里 为了不暴露身份 只好和他们同住 晚上苏慈看到枕边的裴昭 有点心慌意乱 急忙离开了房间 半夜裴昭醒来 发现苏慈不在身边 赶紧出门找他 才发现苏慈跑到轿子里睡觉 并且还发烧了 苏慈吃了药也不见退烧 董如双担心是瘟疫导致 要用酒擦拭身体降温 裴昭怕苏慈女儿身份暴露 决定自己来 把其他人支了出去 我来吧 你们都出去 你 你能行吗 苏慈 我觉得裴兄最合适了 你是女的 苏兄是男的 这男女受受不轻 但是我 你们多耽搁一会儿 苏兄就多一份危险 苏慈终于醒了 谢贝铭见裴昭 改口叫他小苏 一直追问个不停 这时飞渊给裴昭说了悄悄话 于是两拨人分开回京了 很快裴昭去面见皇上 汇报了此行的情况 另一边 谢贝铭和苏慈 陪董如双逛京城时 突然看到街上有人抢抢名女 苏慈挺身而出 拿出名禁鼠令牌 但对方还不肯罢手 谢贝铭便上前打得对方落荒而逃 随后苏慈回家祭拜父母 他讲起此次遇到的众人 但说到裴昭时 却突然停住了 此时裴昭心里也在想苏慈 预知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少女大人速看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